不过这上次台风淹了一人高的恒春山脚里面 这一次听到台风要来了 而且呢这个威力好像好大 吓得赶紧将所有的家当赶快抬到高处了 在这边的最近状况 你先给记者戴秋荣 好的现在恒春地区逐渐开始风势雨势都增强了 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呢 是在这个上回恒春淹的最严重的山脚里 你可以看到这里风雨进来了 所以民宅这边通通都已经架起了挡水闸门 大概有七八四公分 这么高会这么积极 就是因为上次实在是烟怕了 那么呢这个地方由于上次烟得非常严重 根据民众说法可能有到一个人这么高的高度 你可以看到这户人家 他因为没有这个挡水闸门 所以他们自制了这个挡水帆布以及沙包来做警戒 就担心水烟进家园 到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泡汤 那么再来看到这一户 尽管他们也没有防水闸门 而且他们已经把家里的这个地基都垫高了 带您来进去看看他们这一次又有什么样的防水措施 来到这里面其实很多东西都已经清空了 尤其像是这样子 本来应该是在地板上的沙发 现在通通都垫高了 阿伯告诉我们 你们边界是边界的周围吗 边界是边界的周围吗 边界是边界的周围 边界的周围 边界的周围 所以这边是 边界的周围 这边全没阴上了 全没阴上了 我看出来很多东西都滑起了 对啊 都滑到家围 现在这个阴上 你用这些阴上也是阴上 你如果阴上就等着了 没阴上就等着了 您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民众真的担心水烟进家园 不过就是因为上次烟的太严重 再加上这一次天兔是被预估为所谓史上地表最强的台风一次 那么您可以看到住家里面的东西 包含这个柜子 还有这个床板上面的这些东西 通通能垫多高 就垫多高 不过要往他们厨房里来看的状况是因为 其实在厨房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非常的重 像是这个洗衣机 根本是搬不走 因为实在是太重了 不过就是上次 是因为水势太高 所以有载浮载身的状况 再加上旁边这些东西 连厨具啊 这些搬不走的东西 上次通通都水烟进里面 那么只能够用清理的方式 不过一些比较贵重 或是比较重要的物品 通通都已经往楼上搬了 就是因为这里是上次台风烟的最严重的区域 那么就担心这次天兔来袭 来势汹汹 所以呢 居民都已经开始做了防台措施 以上是中天新闻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先把镜头交还给台北 好 谢谢秋儿 我们看到在恒春山脚里面这边 真的烟水烟怕了 赶快把这个家具都放到高处